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小练习 熟悉一下我们前面学的内容 这段练习是这样的 定义多个点坐标 然后呢,汇出这个 把这几个坐标的连起来 并计算呢,其实点和中点的距离 这个多点的话 这个坐标呢,比如说大家看 我们要做的话 就需要用到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个海贵汇图了 对不对 用它呢,比如说我们定义这样几个 几个点啊,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然后呢,把它这样 这样连起来 好吧,这个当然这个点的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变吧,你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随便,对吧 这么定义也行,这关系不大 好,那么在这呢 我们把这个坐标呢定义成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零坐标的话,那这应该就是一百 一百 那在这呢,那应该就是一百 负一百,是吧 在这呢,就是负一百,负一百 那么这应该是负一百,一百 对不对 这样几个,几条线 然后用那个海贵汇图呢,把它汇出来 好,来我们开始做这个小练习 本来第一步,如果你要,我在这呢 建立一个文件 建立我们的一个文件 因为 也为了保存好 以后可以拿来用,对吧 同时呢,这次代码比较多 我们就建立一个文件 在这呢,我们首先第一个 是需要导入我们的海贵的这个模块 是不是 导入进来之后呢 第一步我们需要定义多个点 对吧 我们在这当然也要定义多个变量 比如 一百一百 第一个点坐标 我们用X一跟Y一来表示 XY那就是应该是 一百 负一百 第四详细 X3Y3 等于负一百 负一百 X4Y4 等于 负一百 一百 好 我在定义的这样几个线 然后呢 我就开始干嘛了 绘制路径 对不对 绘制折线 怎么绘制呢 首先我是不是应该到第一点啊 对不对 我用我们的海归 让它跑 跑到哪呢 跑到第一点 是吧 让我们看一下啊 当然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第二点 Total 加GoTo 什么 第二 对吧 Total 加GoTo X3 Y3 X4 Y4 是不是这样呢 坏着直线 然后我们先汇一下 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大家看 汇出来了 对不对 这是零点 对吧 这是海归的默认位置 他从这呢 大家看跑到这来 然后汇出来 但是我们不太想要这根线 我想他从这开始汇 那怎么办呢 从这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让他把笔抬起来 不要画了 只是挪动一下 前面是不是讲过呀 所以在这呢 这个到第一个点之前呢 我们在这 让海归呢 高台归手 Tap Up App 提笔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再开始画 把笔放下 懂我意思吗 来 再试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等到我们的要求了 好 在这呢 最后呢 我们说了 咱们做一个什么要求啊 并计算 其实点和终点的一个距离 那么怎么计算呢 计算其实点和终点的距离 距离这个不是这样的吗 大家应该小时候学过数学 应该都知道 两点的做 两点的距离应该是这么算 X X1 减 X2 什么 它的平方 然后应该是加吧 加上 Y1 减Y2 的平方 这两个点的坐标 然后呢 整个 开一个方 那就出来了 这就算出了我们两点的距离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的开方是 呃 乘方呢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已经学过了 开方怎么算 开方呢 我们需要用了Math Math这个模块里面的开方 来我们看一下啊 说这么算 Distance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叫Distance 来表示这个 那么 X1 减X4 平方 是吧 然后呢 加 Y1 减Y4 平方 那么 它这个呢 整体上是需要开放的 是不是 开放怎么算呢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Math模块 Math 这样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Math呢 我这个模块还没引进来 对不对 我们 来 先写上去吧 好 大家看 这个Scrunch就是什么 就是开放的意思 好吧 让它对这个内容呢 做开放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 计算了我们这个距离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距离呢 干嘛 写到我们的这个 写到我们这个 图形上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会有什么问题 好 大家看 后台这儿报错了 大家看到没有 什么报什么错误呢 它说你用的时候呢 NameError Math is not defined 它不认识这个Math Math不知道干嘛的 对不对 怎么办 这个模块我们是需要导入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在前面 就像导入这个海柜一样 导入这个Math 这样就可以使用Math里面的内容 好吧 再试一下 靠起来 好 大家看 距离是200 是200 咱们这个算法比较简单 这不是100 这不是100吗 是吧 这个做的是-100 100 这个点到这 对吧 很好算 就是一条线 一条水平线 很好算 200 这就是算了我们这个距离 好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 简单程序 也是为了让大家练习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运算符 对吧 什么系列解包 对不对 然后呢 怎么会图 对不对 怎么去调用一些方法啊 这个运算符啊 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小练习 给大家放到这里 当然大家去课下练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练的复杂一点 你的那个折线 对吧 你可以 折各种线 对不对 可以想得更复杂一起 然后呢 我们的结果呢 我都刻下给大家 把这个图放上去 好了 这个咱们讲到这 不耽用事